整疊千元钞票刷过去几秒钟一张不漏 不过位于桃园巴德的第一银行分行 四号在清点现金时发现钞票短扫 经过清查后才发现 是一名四十五岁理性女行员兼手自盗 本分局昨日已受理第一银行大南分行报案 该分行发现行员利用职务之便 涉嫌侵占分行库存现金 新台币六百二十九万一千余元 每一捆百万元钞票都少了几张 银行清查后发现总共少了六百二十九万现金 而负责清点现金的理性女行员 坦承每次清点时都会拿走几张千元钞票 经过初步清查作案时间不到一年 银行长期以来都没发现 一直到四号才察觉异状 警方获报后展开正办 本分局已通知涉案行员到案说明 将清查相关金流后 经过调查该行员并未挪用客户资金 客户权益没有受到影响 加上行员声表悔意 并表达偿还意愿 而银行也有投保综合保险 不会造成损失 但还是会向行员就责维护权益 未来也将深刻检讨事件发生原因 三星雲林游泳池名区王佩华团报道